攤商老闆拿著從天花板掉落 重達3公斤的石塊 邊說邊指著掉落的地方 仍然心有餘悸 你看 我剛好人沒有在那邊 你那時候在做什麼 在附近 還好有客人來 再跑去一步 又下來 我就這樣子 我菜在這邊 客人要跑 我剛好這樣子 這樣會過去 我就跑這樣 當天在旁邊整理販賣物品 相距不到一公尺 差一點就被石塊砸中的員工 到現在還是有陰影 苦笑說 時不時就會抬頭往上看 也想戴安全帽上班 你會覺得這樣上班要戴安全帽是不是 老闆娘說 我有事看他要怎麼辦 但如果有事我怎麼辦 我就查這樣子 你現在上班去那邊會常往上看嗎 會不自覺 人海市場裡面 在八月二十九號當天突然從天花板掉落一塊 重達三公斤的石塊 差一點就砸到在底下做生意的攤商員工 當地里長隔兩天得知情況後 向議長通知為反應 議長立刻在上班日第一天 趕緊邀及主管單位 市政府產發處市場 及商業發展科長 到現場會看要求緊速改善 維護攤商和客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昨天我因為來參加這個愛山路的這個土地公廟的補度 那我們經由邱三元里長來反應說我們這個市場的攤商 說我們這個天花板那個石塊掉下來 大家剛剛應該有看到畫面 所以很危險 那我們攤商非常害怕 那也影響到我們這個我想 因為今天剛好禮拜一 所以這個採買的民眾還比較少 所以我們拜託市場科來儘速 來趕快把這些石塊的問題 趕快來修補改善 那這個重點是 今天一定要做一些立即性的解決 那重點是我們要求市場科也今年 編列預算進來 因為我們現在剛好在編列預算的時間 明年來做全部式的一個改善 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措施 可以把這個人愛市場這個採買的空間 弄得更安全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除了攤商危險 其實我們民眾經過也非常危險 那因為昨天反應我們今天馬上處理 也謝謝市場科 吳國瑜科長 今天就立即答應我們 今天晚上就做馬上的修善跟改善 我想這對我們這個攤商的 保護安全非常重要